我们下期吧 昏灯兽影一次眼 就踏空流暖雨残 欲是高堂亲不在 寒街气力泪难干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赵海外济世 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 康特望着母亲 那眼神中仿佛能喷出火来 恰似仇人相见 格外眼红 今日的她已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要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给自己生活带来无尽灾难的母亲 她咬牙切齿地说道 如果阿祖法真的跟我离婚 那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那决绝的话语 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 划破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 老者在一旁看着 真切地感受到 康特已经被弃得濒临失去理智的边缘 他深知若不加以阻止 一场不可挽回的悲剧恐怕即将上演 于是拼尽全力地在两人之间周旋 试图阻止这场家庭冲突的进一步恶化 康特的妈妈依旧是那副盛气临人的模样 她高昂着头大声叫嚷道 我就等着你和阿祖法离婚 我从来就不看好你们的婚姻 我就是不会让你们有好日子过 她的声音尖锐而刺耳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利刃 狠狠地刺向康特的心 在她的观念里 似乎只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才能彰显她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 却全然不顾及儿子的幸福与感受 她的这种强势与偏执 无疑是这场家庭风暴的核心催化剧 将原本就脆弱的家庭关系搅得支离破碎 康特此时已被愤怒彻底蒙蔽了双眼 她觉得唯有让执法人员将母亲带走 才能稍稍平息自己心中的仇恨之火 她毫不犹豫地拿出手机 开始拨打报警电话 声音因愤怒而微微颤抖 我要把妈妈的恶行全部告诉执法人员 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次坚定 仿佛在这一刻 报警成为了她唯一的救赎之路 是她对母亲长期以来无比行为的绝地反击 妈妈看到康特报警 心中顿时有些慌乱 但她那要强的性格 却不允许她表现出丝毫的畏惧 她试图挣脱老者的阻拦 想要逃离这个即将让她陷入困境的地方 老者和旁边的男孩子紧紧地拉着她 不让她有机会脱身 她的行为早已引起了公愤 如今看到她这般气急败坏的挣扎 更让人坚信她必定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坏事 康特看着母亲奋力反抗想要逃跑的样子 心中的怒火愈发旺盛 她恼火地喊道 怎能让她就这样跑了 她的身体因愤怒而微微颤抖 双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仿佛下一秒就要再次冲上去与母亲撕打 老者健壮 赶忙上前紧紧拉住她 不停地劝慰道 冷静 冷静啊 总有一天我们会送她进小黑屋的 但不是现在 冲动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老者的话语如同一盆冷水 试图浇灭康特心中燃烧的怒火 在老者的极力安抚下 康特的情绪逐渐有了些许缓和 但她的眼神依然紧紧地盯着母亲离去的方向 那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与怨恨 过了一会儿 康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她对老者说了一声 我准备去找阿祖法了 她的声音中还带着一丝未消的愤怒与疲惫 接着她又补充道 要是执法人员过来 把这里的情况全部告诉他们 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 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我 我会配合的 说完 她便转身大步离去 那背影显得有些落寞与孤独 她深知 此刻去找阿祖法 或许也无法改变即将离婚的结局 但她还是想去做最后的努力 哪怕只是见她一面 倾诉一下心中得痛苦与无奈 在这场家庭纷争的漩涡中 她仿佛是一只迷失方向的船只 在愤怒与绝望的海洋里独自漂泊 不知道最终会驶向何方 也不知道自己能否真正从这场噩梦中醒来 重新找回生活的平静与安宁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喜欢的家人可以给小编点一个赞 然后把免费小花花送给小编 大家的每一个赞和每一个小花花 都是小编持续下去的东西 在此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